美国智库葛来仪他有提到 建议美国政府鼓励两岸 建立可靠的秘密沟通管道 以免误判 那邱锤正也回应了 两岸沟通协商机制已经非常完整 两岸要不要沟通都在中方一面之间 我先说这到底是什么宇宙啊 冰哥 其实邱锤正那句话的意思 我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只是没联络到人 就这个意思啊 因为都在中方一面之间嘛 因为我们所有电话都有啊 手机也有啊 传真机也有啊 可是对方不接 就是这样子 讲这废话干嘛 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葛来仪也一直在讲风凉话 什么叫美方帮忙建立秘密沟通管道 为什么要秘密沟通 我们本来有海基会对海协会不是吗 本来就可以沟通啊 有陆委会本来也可以跟对方直接沟通啊 为什么不能沟通 就是因为通关秘语你不要 就九个共识你不要嘛 然后现在梁文杰一下说哇两岸是国与国 然后邱锤正现在出来想要降温 你讲什么两岸关系就两岸关系 没有意义 你觉得老公会因为这样去降温吗 不会的 我告诉你降温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 你把梁文杰开除了fire 掉就好了嘛 不就这么简单他说错话不适合当副主委 开除掉啊结束 我现在老公就会相信你有诚意 不行啦 他讲的话跟赖清德是一样 他怎么能够开除梁文杰 因为我们准备罢免赖清德 所以我觉得你不可能就是稍微语气缓和一点 就会降温这是绝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我跟你讲两岸之间未来只会越来越糟糕 因为赖清德现在是照三餐在讲两岸是国与国的关系 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讲 他那一年走到中研院都要讲 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了 中研院到底你讲这干嘛 我都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要讲 所以表示赖清德一直想强调这个东西 那两岸之间就是无解 一定会越来越起冲突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是觉得我是非常看坏 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 那倒是敲嘴症现在开始装死了 说没有啊我只是说 确实我没有在调查这个事 你们哪有在调查你唬烂 你调查什么 你调查什么 你拿出来给我看啊 已经一个礼拜了 请问一下你调查到什么 卓榮泰说这个事情 一个礼拜那就会有答案 叶伦之问他 他说一个礼拜结果就会出来 一个礼拜一定会有答案嘛 答案就是没有结果 就这样这答案给你啊 就这样而已啊 因为很简单嘛 邱嘴症如果你敢跟我讲说 你有去查证的话 你有去追查的话 那请问一下自由十八记者你问了吗 你有问吗 然后那个谁 沈柏阳你有叫去问吗 没有啊 对啊 那请问一下新华社 住台记者你叫去问了吗 你都没有啊 那请问一下你在追查什么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各大电视台打打电话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干这件事 没有 就结束了 那你觉得有哪一个电视网 还会承认自由干这件事 哈哈哈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跟你讲非常有可能 我觉得因为你想想看嘛 谁会没事无聊 跑去跟自由时报讲这个东西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沈柏阳到底是谁告诉你 你可以跟我们讲啊 对不对 因为你说你两个多月前 你就听说谁 你听谁说 嗯 不会是沈柏阳A告诉沈柏阳B吧 对 因为我一直怀疑你有双重人格 甚至多重人格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就是故意再打一场烂仗 那但是呢 我觉得吴董 第一个他去告了之后 等于是逼迫 检方要他去 传讯沈柏阳啊 传讯这个自由时报记者 对 可是问题是那天我在 秀方姐的节目 我打赌一百块几百 我说检察官绝对不会问 对 尤其悲戒 检察官连传都不会传 直接解案 你想不想去 嗯 我认为这是非常贵 只要他敢传 就算传来 你们两个在哪敌赛也没关系 你只要把沈柏阳 把自由时报记者都团去 我请一百块几排 你怎么对我们北俭这么没有信心 你说他一定会准排啊 不是 我们很有信心 我跟你讲 就这样好了 北俭很多人没吃 现在几排太贵 没吃到几排 所以你就算是给我个面子 请他们去 你们去聊聊天也好 对不对 不一定要问他什么 但是我笑你不敢 我是声炮我这一百块鸡牌 请不出去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奉献我们要再加码一百块鸡牌 所以我觉得武董 我觉得武董听来 另外一个东西是更好的 因为他说 听说新华社 那个记者赵博 现在准备出局之后要告人 我希望他来告 因为他来告的时候 尤其用字数 你就直接闪过检察官 直接去到法庭 然后你就逼着法官 一定要去传这些人 因为我要求他传 我告他 我要求他出庭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逼他们出来 不然的话我觉得 自由时报 邱锤正 沈柏洋 一个一个都跟你装死 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是这样 葛来仪讲这个话 我要提醒大家 是我们都知道两岸关系不好 但我很想问大家 你真的觉得台美关系就好了吗 葛来仪他在外交事务期刊当中 他所写的文章的重点 并不是建议两岸建立什么秘密沟通管道 那个其实不是重心点 那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 他其实要讲的重心点是说 第一两岸关系是真的非常紧张了 请你们不要再粉饰太平了 现在情况非常的紧张 那因为葛来仪他跟 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他虽然是智库 然后又是CIA出来的 然后呢很反中 然后同时又跟民进党关系很好 但他主要跟民主党关系是最好 所以他显然是在传递民主党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两岸关系真的现在很紧张 他还很紧张 那所以华府现在已经要去跟北京 跟台北要分别的降温 但是呢他有关于 说要去跟北京说什么 那一段话非常的重要 恰恰就是秋锤镇改口 说两岸就是两岸的重要原因 因为他说拜登应该私下告诉中方官员 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说 确实偏离了前几任总统的道路 那他偏离了谁 那表示说他偏离了 绝对不是只是偏离了马英九 偏离了陈水扁 偏离了李登辉 表示他偏离了蔡英文 所以他才会说偏离了前几任总统 但是呢你要跟他讲说 只有这样的说法而已 没有这样的行动 但是转头你要去跟台北保证 去警告 其实他没有用警告这两个字 但是你听那个语词是不是警告 他就说你要告诉台北 就是说台北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 北京现在正在找理由 要来准备要攻打台湾 你不要给他借口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采取了什么行动 让北京有借口的话 国际舆论不见得站在你这一边 美国也帮不了你 所以他是要提醒说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轻举妄动的话 美国都帮不了你 那不是警告 什么是警告 所以我们今天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今天邱淳政去回答说 没有两岸都有沟通管道 就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了 好像就只是一个沟通管道的问题 No 在这件事情上面所凸显出来的是 赖清德的旧直言说就是有问题 而这个问题梁文杰事先不知道 说美国已经有意见了 还在说两岸跟两国没有什么 所以邱淳政要赶快跳出来说 两岸就是两岸 因为美国老大 背后的美国老大哥已经说话了 你现在看民进党怕不怕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